不过讲到生计 因为业良一般 大家会认为说 可能把资金会不会投入生计 是比较大天赋 毕竟它过去是 生计业的投资教父 但曾经厚底 也伤很多投资人很重 你看从历史高的755块 跌到现在145 不断跌掉了8成多 它也是被称作 整个生计业地雷的第二颗 因为前一颗是基亚 两个地雷炸过之后 这整个生计医疗的 一个本孟比 还有一种市场 对它的热情 独一把热情 好像完全消退 整体的生计业指数 也都开始年跌了10% 不过最近感觉起来 有点点发动 包含了黄金粥 还有法衰旺季也开始 那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最近发现到 有一些生计股 默默地开始发动 现在投资人到底该怎么选 如果说新药还是让大家怕怕的 是不是先不要碰 早有获利的呢 确实没有错 这一波生计股走势 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金融股 有点类似 它都叫做 就是叫做这个落后补涨 我们都知道 这个金融股的相对 很多金融股的相对位置 都是在七天点位置的附近 生计股也是一样 尤其刚刚提及也提到 经过两颗炸弹的一个轰炸 一个基亚 一个耗顶 所以大家对生计股 就开始出现了一个 这个有点害怕 所以现在的生计股 它走的是另外一种风格 另外一个风格 比如说最近大涨的大疆 最近股价 为什么大涨呢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外资一路大买 外资买 它是做什么的呢 这亭券最重要 最想要的 它做面膜跟口服液 这种医美材料 医美的 这种东西的话呢 它有获利 然后这个财报也相当不错 再加上外资的一路买超 大家看外资 外资去买这种生计股的这个 这个机会其实非常非常少 所以像这种外资去买的生计股 我们看到股价就一路大涨 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做医财 叫医学材料 医学材料代表股是什么 叫做精华 精华做什么呢 做隐形眼镜 没有错 大家不要看 精华的股价 在投信的买超之下 大家看一下 获利不用讲了 获利我不用讲了 第三季单季快要做到 一批十块钱 快要一批十块 就是非常非常惊人 股价已经快要到900块了 它是生计股里面最高价的 结果这一波完全被投信给锁定 是 所以大家看到 这就是生计股的落后股涨行情 非常非常可怕 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叫做学民药 什么叫学民药跟材料药呢 过去我们讲新药 新药就是发展一个 你未来可能不知道的 可以治疗什么什么 肝癌 癌症 可能治疗这种新的药物 但是学民药不是 学民药就比如说已经知道 比如说感冒药 比如说止痛药 像这种学民药的话 其实大家都忽略 它的市场其实比新药更大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很多人很喜欢吃止痛药 每次也要吃一颗 它有基本的市场 对 它基本的市场很大 只要你的价格 你的功效 合理的话 不错的话 其他的市场都非常万大 指标股就是伸展 这一波的股价也涨是非常的强劲 为什么要提这三档呢 我们都知道 一个雏群要涨 它一定要有领头羊 过去生肌股的领头羊 叫做新药股 可是新药股现在不热了 就是浩鼎跟基亚 对 新药股 那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这个中育 它这个今天的新闻 FDA严查了新药 严查 严后 对 严后审查三个月 所以就算中育真的审查过了 我认为对新药股的帮助不大 所以投资票你这段时间 要注意新药股的话 要注意生肌股的话 我现在投资票 可以注意这三个族群 那当然很多人会讲 那要注意哪一大 可以特别注意 这个森达这家公司 为什么呢 我先讲森达刚刚就是我刚刚说的 伸展的母公司 它持有伸展44%的股权 光持股利益就高达一个股本纸上 它也是一个悬民药的公司 所以我刚刚伸展的大涨 但是对森达是非常非常有 这个帮助的一家 帮助的一件事情 那更重要是什么呢 它的单剂会套生 为什么它单剂会套生呢 就是我刚刚说它的悬民药 它今年有五款的悬民药 在美国上市 包括止痛药 包括感冒药 有五种 这五种新的悬民药 在美国上市之后 对它的获利大幅的抑注 从0.33%到0.5%到0.87% 大家看这个获利 前三季已经高了一块多了 社会这五款新药 在美国销售不错的情况之下 森达再加上我刚刚提到 它有持有森展 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股价在这段时间 如果投资民药你要看 森记股的话 不妨多注意这种落后不涨 而且股价还没有涨到 我那个股价 相当有机会这个地方最会表现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它的一个整体 最近它股价也开始出现了突破 这个波段打底完成 这个地方还可以注意吗 现在去说会不会相对高 大家可以问我看 刚刚比对我们刚刚说的 比如说几个森基股 森衣材 对不对 医美 玄米药 其实相对来讲 我认为森达的股价 我认为森林药 是重置的 我认为森内 我认为森子 我认为森本 二亩是森林药